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楼层和风水也是有关系的。 当你买房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提前了解一下,你和所购楼层是不是一个属性。 比如,你命里是一个寄水的人,而你想购买的楼层也恰好属水,那就最好别买了。 一旦长期居住在属性泛冲的楼层里,必然会对你的运势和健康有影响,相生相助则为吉,相反相克则为凶。 风水是从中国很早就流行了,记得周文王演艺八卦,孔子为之做注释。 连一国之君和寿世代尊崇的文人始祖都相信风水之学,由此可见风水在我国是很有可信度的。 买房需要先看楼盘的风水怎么样,再根据风水学来选择具体的楼层,选择楼层最主要还是要看楼层的五行和自己的属相是否相冲,产生排斥等等,以及楼层的磁场作用是否会对自己产生影响等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购房,而现今城市基本都是高层住在。 大家在知道在购买的时候,楼层与风水之间也有着很大的联系,在购房时应该如何来看待楼层与风水? 这就是一个学问,楼层与风水主要是根据居住者的属相,生辰来综合参考。 比如说,中国人向来就喜欢八,但是八楼层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 而同住一层楼,有人发达也会有人倒霉。 以谐音为依据挑选楼层,只是心理上的满足而已。 那么,什么样的楼层才适合自己的,能让自己哼运通达? 而这些都是因为各自五行八卦等多方面因素引起的。 老祖宗留下来的和洛树有盐,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棚,四九为友,五十共宗。 原来是说来龙去水的立项,现在用来楼层的吉凶判断,道理是一样的。 闲话少说,一起看看楼层和风水五行的关系吧。 在风水学中,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定义为阴阳两类,在建筑楼层中也不例外,一般说来基数楼层属羊,偶数楼层属阴。 一楼和六楼属水,二楼和七楼属火,三楼和八楼属木,四楼和九楼属金,五楼和十楼属土,十楼以上依次类推。 所以购房者在选择楼层时候,楼层的五行与屋主的五行相同或相生者为适合,相克为不适合。 也就是日主生肖属龙,狗,牛,羊的人,以选择五,十楼,本命层,或二,七楼,贵人层。 日主生肖属虎,兔的人,以选择三,八楼,本命层,或一,六楼,贵人层。 日主生肖属蛇,马的人,以选择二,七楼,本命层,或三,八楼,贵人层。 日主生肖属猪,鸡的人,以选择四,九楼,本命层,或五,十楼,贵人层。 日主生肖属猪,属的人,以选择一,六楼,本命层,或四,九楼,贵人层。 生肖属,一,一,四,六,九,十一,十四楼,不移,三,五,八,十,十三,十五楼。 生肖牛,一,二,五,七,十,十二,十五楼,不移,三,四,八,九,十三,十四楼。 生肖虎,一,一,三,六,八,十一,十三楼,不移,二,四,七,九,十二,十四楼。 生肖兔,一,一,三,六,八,十一,十三楼,不移,二,四,七,九,十二,十四楼。 生肖龙,一,二,五,七,十,十二,十五楼,不移,三,四,八,九,十三,十四楼。 生肖蛇,一,二,三,七,八,十二,十三楼,不移,一,五,六,十,十一,十五楼。 生肖马,一,二,三,七,八,十二,十三楼,不移,一,五,六,十,十一,十五楼。 生肖兔,一,二,五,七,十,十二,十五楼,不移,三,四,八,九,十三,十四楼。 生肖猴,一,四,五,九,十,十四,十五楼,不移,一,二,六,七,十一,十二楼。 生肖鸡,一,四,五,九,十,十四,十五楼,不移,一,二,六,七,十一,十二楼。 生肖狗,一,二,五,七,十,十二,十五楼,不移,三,四,八,九,十三,十四楼。 生肖猪,一,一,四,六,九,十一,十四楼,不移,三,五,八,十,十三,十五楼。 另外日圆鼠鼠,鼠猪的财层是二楼,七楼。 日圆鼠虎,鼠兔的财层是五楼,十楼。 日圆鼠马,鼠蛇的财层是四楼,九楼。 日圆鼠龙,鼠狗,鼠牛,鼠羊的财层是一楼,六楼。 日圆鼠猴,鼠鸡的财层是三楼,八楼。 楼层与五行的关系,一楼和六楼属于北方,属水。 故楼宇的第一层和第六层属水,尾数是一或六的层面, 亦是属水,如十一楼,二十一楼,三十一楼等等。 二楼和七楼属于南方,属火。 故楼宇的第二层和第七层属火,尾数是二或七的层面, 亦是属火,如十二楼,二十二楼,三十二楼等等。 三楼和八楼属于东方,属木。 故楼宇的第三层和第八层属木,尾数是三或八的层面, 亦是属木,如十三楼,二十三楼,三十三楼等等。 四楼和九楼属于西方,属金。 故楼宇的第四层和第九层属金,尾数是四或九的层面, 亦是属金,如十四楼,二十四楼,三十四楼等等。 五楼和十楼属于中央,属土。 故楼宇的第五层和第十层属土,尾数是五或十的层面, 亦是土,如十五楼,二十五楼,三十五楼等等。 需要讲究的楼层风水,一,风大不宜,不能藏风聚气。 二,阳光充足,空气清新。 三,房屋的中心不宜受污染,例如建成厕所或堆积赃物。 四,街巷直冲不宜,风水学士洗回玄迹直冲。 五,地势一平,最好不再斜坡上下。 六,街道反攻不宜。 七,寄天斩煞,即两幢大楼之间的一条狭窄空隙, 犹如刀将天空斩成两半。 八,对烟囱不宜。 在楼层风水中,其实大家在对采光,通风上面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 并且在户型,以及前面是否有遮挡物上面也要有着选择。 家中有老人的最好不要选择太高的楼层, 尽量结合自己的生肖五行等选择低一些的楼层。 另外,教大家几句简单的买楼风水口诀。 工字型的楼不要买,难出富贵,主贫。 楼前空地窄匣,犹如一条线者不要买,财富不入门。 客厅窄匣的不要买,不聚财。 人口少不要买太大的房子,房大人少叫宅客人,不吉利。 房间买单不买双,宅书云,三间急,四间少,五间就有一间空。 卫生间在东边的房子不要买,影响儿子的身心和前途。 楼层与风水 楼层乃住宅风水之要,不同楼层对应属相不同, 其风水运势亦有不同。 楼层通常与阳光有较大关系,若选较低之楼层, 阳光不足,家宅不宁,阴气过重,故而污秽多出, 家之出身较低,其主运势不佳,财源不险, 事业平平,身体难安,运势较差,可谓不祥之兆。 若选较高之楼层,阳光充足,平日温暖安宁, 且污秽难以袭扰,煞气难尽,空气清新,舒适安稳,运势上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建造房子,或者是装修房子的时候, 都会注重房子内部的风水,特别是卧室的风水, 因为卧室是睡觉的地方是最关键的。 有一句话这样说过,要想自己的运势好,床底的东西就要少, 说的就是卧室下面尽量少放东西,不然就会影响你的财运。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你在床底下放这三样东西, 财神爷来了都不想走,注定一生运势极好,快来看一看。 一、床底下最计放这三样东西,第一种就是不能放鞋子, 在床底下是最计讳放鞋子了。 虽然鞋子放在床下面的时候方便穿, 但是放在床底却是一种不好的象征, 因为鞋子寓意着出轨,容易招来影响家庭的桃花。 如果放一些不穿的鞋子,就很容易让夫妻之间出现感情问题, 然后就会招来小三。 我记得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去到了一个亲戚家借助,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那个亲戚是我的表姐,她做生意的能力很强, 但是就是不太注意房间的卫生,鞋子都是乱放的, 有些还放在床底下。 我当时去收拾屋子就用了半天的时间, 我表姐说,因为平时做生意很忙, 每次忙完回到家就睡了, 我当时就问她表姐夫怎么没有在, 表姐就告诉我,与她吵架了, 因为她总是拈花惹草,不让人省心, 当时我就明白了,清关难断家务事, 这几天出差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所以一直记得很清楚。 第二种就是私房钱, 有些人为了不让另一半发现自己有着私房钱, 就藏在了一些隐秘的地方藏起来, 那些人就想到了床底的位置, 但是床底的位置比较潮湿, 如果你将钱放在这里, 很可能会腐烂,发霉, 这样就不值得了。 还有些老年人很节俭也放在床底之下, 随时使用比较方便, 但是床底下通风不好, 是会给家里带来厄运, 而且这样也不利于金融运输的积累, 很容易被有些小人所想到, 导致破产, 所以建议不要将钱放在床下, 收起来最好。 我记得我朋友就告诉我, 他的父亲为了藏私房钱, 就藏在了床底下, 当他想要用的时候发现, 已经发霉了, 最后得不偿失, 心钱变成旧钱。 第三种是药物, 有些人为了图方便, 用完药之后就习惯性将药放在床底下的药箱当中, 其实如果你将药放在了床底下, 这是很忌讳的, 你每天在床上睡那么长的时间, 下面还有药, 就等于你在每天都睡在药上。 这样的情况下, 生病了也很难好, 没有病也容易得病的。 而且床底下真的不太适合放着太多的东西, 如果堆满了各种杂物, 首先是会影响房屋的空气流动问题, 对家人的睡眠质量是有着很大的问题的, 本来空间就比较小, 晚上睡觉空气就不流通, 如果再将房间里面塞得满满的, 那对于家人的健康来说肯定是不好的, 所以还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将家里收拾得干净。 而且那些才神爷都很喜欢干净亮堂的家庭, 所以人们才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大扫除, 我想这也是民俗的原因吧, 因此想要财神光顾你家, 就要经常打扫和清理家里。 我有一个室友, 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因为床底下放了太多杂物, 经常做噩梦, 而且那段时间还出了一个小车祸, 当时因为是四个人住, 空间很小, 而我这个室友很喜欢购物, 所以床底下塞满了各种杂物。 那个时候宿舍不是上床下桌, 床和桌子是分开的, 所以有什么东西都会往床底下放, 有着各种纸箱子, 还有灰尘。 当时那段时间, 我室友还不小心从上铺下来的时候伤到了脚, 他就从上铺搬到了下铺。 为了方便吃药, 他就将药物放在了床底下, 那段时间不仅下楼梯不方便, 而且吃饭都是我们带的, 有点严重, 而且有时候中午睡觉的时候, 会突然大叫, 晚上也经常做噩梦, 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因为大扫除的时候, 我们将床底的杂物全部清理干净了, 而他的脚也快好了, 做噩梦的次数也少了一些, 这个时候想来, 也许床底下那些杂物, 还有灰尘都影响到了室友的气场, 所以当时才会频繁地做噩梦吧。 二,床底下放三样东西能忘彩, 其实在床底下放东西也是有着讲究的, 你放的东西所求的事物也是不同的, 而且还有着求财的说法, 可以放十八个硬币旺财, 这个币是五帝币, 如果没有, 也可以放针铜钱, 或者是硬币也行, 放八枚, 十八枚, 一百六十八枚都可以, 如果是金币更佳, 而且如果要放的话, 请找一个风水先生问问, 千万不要自己瞎放。 除此之外, 还有三种东西可以忘彩, 第一种就是放米袋, 可以将米用塑料袋装成小袋, 然后放在枕头底下, 也可以直接买五百斤大米放在床下背着过冬也行, 钱粮钱粮, 所以钱和粮是一个意思, 不过不能放面粉, 不是说没效果, 而是面粉是粉尘状的容易对健康有影响。 家里的老人很喜欢豚米, 每次都会豚很多, 不知道放哪里的时候, 都会放在床底下, 既节省了空间, 还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 第二种是要注意, 床底要干净, 有些人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很容易忽略床底下的位置, 在风水上床底是有着大作用的, 所以大家也要重视, 其实可以不用天天打扫, 但是至少每一周都要清理一次, 不要让床底下有着灰尘, 不然你的好运都会被灰尘给埋没了, 只有清理干净了床底, 那么你的感情, 财运都会逐渐地好起来。 第三种是放保险箱, 因为它在五行当中是属金的, 是家庭和办公存放财富不可缺少的好帮手, 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稀财和聚财的宝物, 而且保险柜是很隐私的, 不适合暴露在外, 如果放在外面就意味着钱财外露, 招来非法之徒来盗窃, 所以保险柜要发在平时人们看不到的地方, 不会察觉的地方,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在床底下, 因为床底一般都是很私密的, 许多人就将值钱的东西放在了保险柜, 对,而且主人还能够日夜看管, 所以这个位置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 而且还有这招财的作用, 其实这就相当于在床底下放了一个财库, 钱财自然会源源不断, 因此如果在床底放个保险箱是可以招财的。 我记得我刚搬进新家的时候, 就去问了相关的风水问题, 怎么布置房间, 怎么让自己的睡眠质量提升, 还有自己的财运问题, 那个人告诉我除了要让自己平时多锻炼之外, 卧室的布置要简约, 干净, 可以养一些发财类的植物, 然后在床底下可以放一个容器, 能够装一些值钱东西的, 几方面的因素能够影响到你本身的运势的, 我当时就按照他的说法去做了, 后来竟然中了电影票了, 现在想来也是觉得神奇。 床底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空间, 如果你将一些不重要的, 不常用的物品放在床底, 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运势, 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 所以说一定要重视, 如果想要增加自己的运势, 就要将床底保持干净, 然后放米袋, 或者是保险柜, 这样就能够守住家里的运势, 而且还能够给家庭招财。